发生在周六深夜的桃园平镇区 近棚工业大火的最新状况 这一场大火一共造成了五名消防人员不幸殉职 其中三个人都不到30岁 另一名22岁的消防员林卫希 目前装上了叶克膜还在抢救当中 因为工厂面积大 再加上堆满化学易燃物质 到目前超过30个小时火势还在闷烧 必须要等到火场降温之后 见识人员才能够进入调查起火原因 经过超过30小时的灌救 近棚工业的厂房仍在继续闷烧 暗夜中熊熊火光仍然不断冒出 由于这家印刷电路板工厂堆满化学易燃物质 消防人员不敢直接向火场内喷水 目前只能朝墙外喷水降温 直到30号周一清晨 火势都还没有完全扑灭 时间回到28号晚间9点多 桃园平正工业二路上的 近棚工业三场发生火警 为了营救受困的一工 第一批冲入火场的7名消防员 在资讯不足 对动线也不熟悉的情况下 反而被重机具压住受困 并吸入大量浓烟 过了几个小时被发现的时候 其中5名消防员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那像这次很多消防员是 吸入性呛伤嘛 那这个部分我们事前可以 掌握到这样的资讯吗 我在现场本来就是浓烟 温度 黑暗 所以进到这个现场里面 它本身就有一定的危险 7名消防人员被救出的位置 就在一楼 多位到院前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这场火灾除了造成两名太极移工死亡 还有5名消防员殉职 包括浦兴分队小队长尤耀阳 平正分队小队长李翰林 山峰分队队员余嘉生 游柏瑜与林柏廷 其中余嘉生 游柏瑜与林柏廷都不到30岁 其他两名队员 31岁的吕宗玉被救出时 意识清醒 目前正在医院接受预防性插管 22岁的林卫希则被装上叶克膜 情况危急 家属在立新医院 加护病房外焦急守候 29号下午 罹难消防队员的家属 回到事发现场招魂 总统蔡英文指示 对殉职人员从有抚去 估计每人约有1900万抚去金 只是再多的抚去 也换不回五条宝贵的性命 至于起火原因 最快必须等到周一火事扑灭后 检方与见识人员 才能进入火场调查 记者桃园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